好院长 各位先进 长官 校友 还有今天这里来参加的 袍泽 眷属以及朋友们 大家好 今年6月16号 是我们黄埔建军 90年的庆 7月7号 是我们对日抗战 如如要事变的 77年纪念日 在这个6月7号 我们提前来办理 今天这个活动 我们是中华民国 中央军事业校校友总会 还有退伍军人协会 黄埔斯海同兴会 团结自粮协会 以及各县市的退伍军人社团 以及中正纪念堂管理处 我们六个单位联合办理 在国防部 以及国军退出与官兵辅导委员会 他们的支援协助下 我们进来办这个万人大活动 我们办这个活动的主要的目标 有三个目的 第一 我为了缅怀 县总统讲究 他的丰功伟奇 以及黄埔建军的践心 还有我们先行先烈 他们对国家的牺牲跟贡献 第二个是为了纪念 对日抗战 艰苦惨烈的史实 还有军民同胞奋勇牺牲的精神 这个历史我们绝对不能忘掉 对 第三 我们要今天凝聚我们退伍军人的爱国热忱 还有我们发扬 牺牲团结负责的黄埔精神 以及我们一日国军 终身国军的执志 我们要永远支持政府 势志 维护中华民国的安全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 协助还有资助我们的团体跟个人 以及所有的表演团体 还有大家热烈的参与 非常谢谢 祝大家健康快乐 中华民国国性昌龙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 费上架 接下来我们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前行政院院长 好博村先生 力领我们大会 来跟我们说几句话 我们掌声欢迎 郝贝贝 郝贝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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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主持人 各位保护者 今天 在实力举行 黄埔建军九十年 第七十四变 抗战的七十七年 意义非常的重大 九十年前 六十六 创办黄埔军校 这是国父领导 革命 在中华民国的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天 也许 坚持于双世界 没有黄埔 建军 就没有 齐齐抗战 没有齐齐抗战 就没有经历了台湾 我个人 是 黄埔十二期毕业 是黄埔的子弟 我今年九十五岁 但是我参加过抗战 所以我也是抗战的老兵 我今年以黄埔子弟 抗战老兵的身份 在实际 向我们 三军炮车 以及 在台湾的年轻世代 我们 大家要知道 没有黄埔建军 没有 二十二八年抗战 就没有今天的台湾 昨天 六十六号 是二次大战期间 诺曼蒂登陆 七十周年 昨天去参加这个纪念活动的 除了英王伊丽莎布二世 八十八岁以外 其他英国的首相克莫隆 美国的总统欧巴马 法国的总统欧兰德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特别是德国的总理米克尔 他们都是 老曼蒂登陆以后 出生的年轻世代 尤其是德国的总理参加 当时是对双方的 共同在纪念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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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独划 台湾也把抗战的历史淡化 所以现在我要呼吁 我们年轻时代 看看二次大战之间的双方 时隔七十年 他们得以抗战的 他们得以二次大战的 一种双方的牺牲 他们年轻的时代 不是存在一种干净敬佩的心情 我想 我们今天可以说 中华民国 和台湾人民的父子 是生命录统体 我们在台湾的年轻时代 不应该把抗战 台湾的关系切割开来 所以我今天要利用这个机会 呼吁 我们开下两岸的年轻时代 大家都要重视抗战历史的真相 抗战是蒋伟员长 先从蒋公所领导的 抗战的胜利 完全凭它够人坚持抗战到底的一个意志 因为我们抗战胜利取消了不平等条约 因为我们的抗战胜利 抗战胜利取消了抗战胜利取消了不平等条约 因为中华民国政府 在台湾实施民族政治 我们才有今天自由民族繁荣的台湾 所以 东华民国 从台湾人民的不止 是生命共同体 我们要爱台湾 必须要爱中华民国 爱中华民国 才是真正的爱台湾 我愿意 用今天这个机会 呼吁 我们 在台湾 在大陆的年轻时代 真心我们 光庸的抗战历史 肯定 黄埔建军 对中华民国的贡献 最后 我再强调 中华民国的 发同中华民国的 争存发展 同台湾人民的 自由繁荣 是生命共同体 这就是 假定有所谓台湾共设 这就是我的台湾共设 最后 我要希望大家 同一起高呼 我们现在要用 选票 来捍卫中华民国 这是我们 现在 在台湾 每个人 每个青年 每个人 有投票权的人 共同的责任 为中华民国的存在 繁荣 才是台湾人民的 安全复制 现在 我请大家 随到我 一起呼喀 好不好 好 好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人民福祉万岁 台湾人民福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 台湾人民福祉万岁 台湾人民福祉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台湾人民幸福万岁万万岁 中华民国万岁万万岁 好